经管处防疫升级 从15号开始部分的坑道播放室停止对外开放 各展馆并暂停定时和预约解说服务 鉴于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持续严重 为了因应防疫升级需求 即日起针对马山观测所坑道 南山头坑道等等 比较狭小空间的坑道暂停对外开放 蛮扫兴的 蛮扫兴的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行程还是有那个心情 没关系还有很多景点 好像国家公园景点都已经关闭了 那我们去公共的 对非常可惜 因为就是这一次难得来 来去过遇到疫情 就没办法继续参观 非常可惜 对非常可惜 这个做法还是要必要的 对这是有必要的 就只能就是尽量配合国家的政策走 信说你们走好几个馆都已经封起来了 对不对 对啊像那个其他景点 室内的都没办法进去 对 对就是在这外面拍拍这样子 另外古宁头战时馆的波音室因为空间紧闭也暂停对外开放 监管处呼吁民众加强弱实个人自我 清洁防护工作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遵守进入室内空间量测体温 配戴口罩以及十年制登记等等相关的防疫措施 有点失望啊 失望啊 失望啊 可是遇到这种疫情的关系也没办法 也是没办法 至少是配合回家啦 原则上因为整个疫情的升温 那我们国家公园针对疫情的防疫的部分也再次的提升 那昨天的话在今天所有疫情加重之前 所以我们已经针对坑道的部分已经现行关闭 那因为今天早上中央流行指挥中心有宣布 今天要有180个本土案例发生 那我们内政部营件署也因应整个防疫的作为 那也定定整个管制的措施 所以在内政部营件署的决定之下 所有在国家公园内的室内的展馆 我们都全部做关闭 那另外就是说原本的我们的车子的容流数 原本从80 那也应验整个疫情的升级 我们现在所有的停车的空间的管制 那有降低到50%的车子的容流数 那这个是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管制的一个部分 经管处表示 十年制登记新增QR Code的扫描登录 也为了因应疫情升温 防范疫情并减少感染风险 因执行政府各项防疫措施 也造成民众不便深感抱歉 也是更新的阶子的颜色